看看新闻网 关于于瑶受灾的最新的情况 下面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 冷伟 冷伟你好 你好 夏琳 目前你的位置在哪里 我现在呢是已经来到了于瑶市的市区 那么据我身后其实几百米远处呢 就是于瑶市的人民政府 但是此刻呢 灯火辉煌的政府大楼我们是看不到了 包括于瑶这个附属之地呢 原先的这个霓虹灯闪烁的光景 我们都看不到了 而是眼前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片漆黑 而这样的漆黑今天已经是第四天 目前呢还不能确定到底还要持续几天 这样全程断水断电的日子 夏琳 是 现在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你站在水中 给我们介绍一下 汇总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于瑶城的灾情 好的 现在呢整个于瑶城区呢 其实仍旧有一大半的地方处于这个被水淹没的当中 而大多数呢都是为小区 其实我在的这一个地段相对的地势呢 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但是事实上在我这身后的这水呢 虽然现在是在不断的下减退的过程当中 但是依旧呢还是会有一二十米左右的这个深度 我现在呢是往高速站了站 而此刻呢也就是意味着说整个城市的交通呢 依旧还处于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 这条主干道目前呢已经是处于一个管制阶段 是不允许车辆通行的 同时呢很多车辆要在周边的绕行 此外呢也有很多救援物资的车辆 目前呢还在这个航永高速 鱼窑段呢鱼窑的出口处呢 尽量的想往城区里面来 想供给成这个城市里面的群众 但是目前呢这些车辆进入城区的速度呢 还是比较慢的 夏蕾 交通现在还不是很畅通 又加上停水停电 现在鱼窑城的市民 他们最缺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 对不起夏蕾能不能再重新问一遍 因为刚刚有车经过 现在大家最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资 最需要的是什么帮助 好的 那其实呢在我们今天了解下来呢 对于这里的群众们来说 物资的紧缺最重要的呢 一个是食物 另外一个是棉被 但其实相对而言呢 对于当地的这些鱼窑的群众们来说 他们因为现在选择的大多是自我安置的方式 这边的一些宾馆地是比较高的 有电的宾馆呢 现在是被当地的很多群众呢 都已经是安置在了那边 那么更需要一些棉被 或者说更需要帮助的呢 相对的会是在这个鱼窑 从外地来这边打工或者工作的这些人们 这里的这些人群的数量呢 其实已经超过了当地人的有三倍到四倍之多 与他们相比呢 他们现在都是属于一个 要不是集中安置 要不是在一些高的楼的工地 那么情况呢 也是相对的是去更加的残酷一些 或者说更加的艰苦一些 所以他们呢是需要有一个更多的帮助 当然我们也看到呢 今天一天感觉下来 大家的互帮互助的精神还是值得感动的 但是可能这个难关还需要再坚持个一两天 因为据政府今天下午的公告说 目前政府的最主要的重心 依旧还是在想办法要把城区当中的积水给排出去 那么必然可能在救灾等方面呢 还并没能够完全的到位 也请进行大家理解的同时呢 可能再克服一下 那么预计可能到后天12号左右呢 城区的积水可以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消退 到时候相信大家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好的 谢谢棱伟从前方余瑶城给我们带来的报道